网络的倒置域名 你比如说咱们上升堂的网站叫什么 上升堂的网站应该是 上升堂应该是 北京上升堂.com 你看一下 那它的网络的域名 是不是在北京上升堂.com 那我们的包名通常是 公司的倒置域名 那也说是北京上升堂.com 你在起包名的时候 只能起谁 com.com 北京上升堂 是这样去写的 这叫网络的倒置域名 那然后紧接着还写什么呀 你的项目的 你的项目组的名称 你的项目组的名称 然后你以及你这个项目组 所做的哪 这一个组可能做好一个项目对吧 这一个组可能做好一个项目 那你做的是这个组当中哪一个项目 我们这个 是这样去给包名起名的 包名要求全部小写字母 就是在包在给包起名的时候 要求不允许有大写字母的出现 全部小写字母 阿里巴巴开发手写 看一下阿里巴巴集团的一个包的命名规范 这是命名 看哪里有包没 这儿 包名统一使用小写 点分隔符之间 有切仅有个自然语义的英文单词 包名统一使用单数形式 但是包但是类名如果有 复数含义 类名可以使用复数形式 你知道什么叫做复数吗 比如说这个叫卡斯 这叫复数 Person斯 这叫复数 是不是要带S了 那你说你在给类启名 是可以有复数的 但是在给包启名的时候 什么 单数 你在给包启名的时候 是不允许加S的 然后说 然后紧接着说 证券实习写法 应用工具类的包名 COME的阿里巴巴 这是不是阿里巴巴的网络 倒置于名 对吧 然后紧接着 那这个是他的一个什么 项目组的名字 或者是项目组给他起到 项目组给他命的 必须所写的这种形式 而最后才是他的一个包名 听清楚了吗 所以那在这的时候 要求网络倒置于名 那然后在这的时候 是不允许 大写字母的 数字开头 不行 我刚才说数字开头 我看有东西可能点头 不行 它一定要符合标识符的秘密规范 是不允许数字开头 也不允许是Java的关键字的 你这个不好说呀 你在这你想写啥吧 我就问你 你说在这个 有东西说老师我想写class 我告诉你class是关键字 那然后有东西说老师 那我写大写class不符合规范 是不是 所以人家说什么 你就别用关键字了 这跟大小写无关 因为包名只允许什么字母 小写字母 因为那个长量是全都用的大写 长量是不是全都用大写 包名就是全都用小写 那就靠 那就靠我们点北京上当堂 然后我们再起一个 我们这个叫做上当堂401 行吗 然后今天是我们的第十天 不能以字母数字下滑线 不是可以字母数字下滑线 但是不能以数字开头 我有没有以数字开头的地方 没有啊 所以这是可以的 那这是什么 声明 这是干什么的 声明 类 所在的位置 声明这个类的class文件 所在的位置 然后紧接着这个包名声明完了 我应该怎么办呀 我想键盘录入 我想键盘录入 我是不是就写scan呢 我还想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做 啊 和瑞斯类 这叫啥 这两句叫 不 我一定要这样写 这叫导包 就是想告诉你 就是想告诉你声明包只能写一句 但是导包可以写n多句 导包可以写n多句 你用到哪个包你都写的import 用到哪个包就写import 但是这个是声明谁的位置 这个是声明publicclass test1 这个是声明的test1的.class文件所在的位置 是test1的.class文件所在的位置 就是上面这个包就是文件夹 它声明的是test1的.class文件所在的位置 然后那我在这里写什么呢 写呀 public static VOID 别写VOID了 几个死寸 写个什么名呢 寿音符 这是不是写了一个寿音符 写个hello吧 welcome 然后在这呢 你写成什么呀 welcome什么呀 这是不是我写了一个方法 而且我写的是静态方法对吗 那然后紧接着 那我们现在存起来 看清楚了 眼睛睁大了 好 这我可你可得看清楚 存在哪个包里 看不久 是不是存在看不久里 看清楚了啊 是不是 然后现在我开始编译它 crs 这个时候这是带包的对吗 带包的你编译就不能写java c 然后直接写太子 然后直接写太子 直接写太子 他一点渣吧 这是不对的 你这前面是不是有第一句话 有包了 那你得怎么写 你得写java c coz 一个人也就是写自己要 Scarlett 以写太子 因为那边的 看这 D的话是目录 它是指的生成的字节码 生成的类文件的位置 就生成的这个 这不是Java文件吗 生成的字节码文件 这class文件的位置 你想把它生成到哪里去 我就在这写 叫什么 JavaC-D 到哪里去呢 写个点 这个点代表当前目录 当前目录是谁 泰斯的9 当前目录是泰斯9 然后紧接着 在写上叫谁啊 泰斯的1.Java 在这是不是开始编译 少分号 然后在这的时候开始编译 编译完成了吧 找不着了 到这里找 五点灾吗 是吧 差不多久 看多没多一个文件夹 多一个文件夹叫谁 CAM CAM里头有没有一个文件夹叫北京上档 北京上档里面有没有一个文件夹叫上一档401 上一档401里面有没有一个文件夹叫 差不实了 差不实了 有没有一个字节码文件 叫泰斯1.Java 终于把它找到了 有些人 有些人 真麻烦 真麻烦 你刚才直接没有写包的时候 我直接编译的不挺好的吗 你没有写包的时候 我直接编译的多好呀 我直接编译的多好 你看是不是JRC test person 是不是大家一看就懂 但是为什么现在 你还要整得这么麻烦呢 因为你所套的层次越多越安全 你所套的层次越多越安全 就说明这个文件藏得很深 对你需要一层一层一层的找 对啊 深为什么就安全了 你们有没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 一个叫做那个熊猫商箱 熊猫商箱 熊猫商箱那个病毒很简单 熊猫商箱那个病毒 就是在不断复制你瓷盘上的文件 就熊猫商箱这个病毒 就是不断复制瓷盘上的文件 一直把你的硬盘复制满 用不了 把你的瓷盘上所有的空间都占满了 你电脑起不来了 就用不了了呀 就是在复制文件 复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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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断的复制文件 把你的瓷盘复制满了 它就给小熊猫出来了 拿三只箱 给俩玩了 但是那你说 如果我的文件直接在瓷盘 直接在这个瓷盘的根目录上 你复制起来是不要快 直接就复制了 但是我这个文件 如果藏了好几层 你要复制这个文件 是不是得找位置 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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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复制 对吧 然后再找位置 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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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复制 你这个速度是不是要慢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 你藏的 你这个文件的路径越深 那你藏的这个文件 它就越安全 因为网络爬虫也好 还有其他的什么病毒也好 它侵入你电脑 一定首先侵入到的是 你的瓷盘的根目录 然后再从根目录上 是不是再往里面找 所以如果你超了100层 它找不着 太费劲 自己也找不着了 开玩笑 但虽然不是不能这么多层 但是那也就是说 第一个使用包的第一个好处 就是它使用包的话 把文件包起来 使文件更安全 是不是 那紧接着 还有使用包有什么好处 我刚才起的这个名字叫什么 我刚才起的这个名字 是不是叫Test1 然后紧接着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的服务器 这个是我的服务器 我们知道张老师服务器端的 张老师做服务器的是吧 然后紧接着 这是程序RA 这个是程序RA 程序RA和程序RA 他们两个都写了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的名字都叫Test1 请问 A把Test1上传到服务器了 B还能上传吗 不一定 有可能B上传 就会把E的文件给覆盖掉了 那你把E的文件给覆盖掉了 那就会导致程序运行不了呀 是不是 那然后紧接着 还有一种情况 你这个程序RA上传了 叫Test1.class文件 那你B程序RA就不允许你上传了 那怎么办呀 所以这个时候就使用什么 这个时候就使用什么 包 不是文件夹吗 那这个文件夹 咱们就很好理解了 你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是不允许有同名的文件的 你就在这一个 这是我的一个文件夹看到了吗 这是我的一个文件夹 是不是 我在这个文件夹里 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这个文本文档的名字 就叫新建文本文档 然后我单击右键 再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我的这个文件的名字 还叫新建文本文档 等会儿 我还叫 我就这么任性 我就非得叫新建文本文档 怎么了 此位置已经包含同名文件了 是不是我们的 同一个文件夹当中 是不允许有同名的文件的 但是那然后紧接着 那不同的文件夹呢 不同的文件夹 两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叫做A 这个文件夹叫做B 你这两个文件夹当中 你是不是可以有相同的文件 对不对 那他是不是就更好的去保护了我们的这一个类 是吧 那这个就是包的好处 那包现在第一是 可以使我们的类更加安全 第二可以保证相同功能的 有相同类名的文件 不被覆盖掉 是吧 还有什么好处 还有什么好处 分文别类的存放 所有的工具类都会在这个包当中 T U-N-T-I-L 这个U-T-I-L 我们叫把它叫做工具包 所有用到的工具的类都会在这个包里 所以分文别类去存放 我需要使用的时候 我是找不同的包在这不同的包当中 去找具体的东西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使用包的一个好处 而且要求是必须是第一句非注释性的代码 对不对 那完了 现在运行不了了 我在这再写一个 叫Public Class 这也叫泰斯的几了 这是泰斯的二 我泰斯的二是P-A-C-K-A-G-P-A-K-A-G-C-M.北京上学堂 没了 这是不是也是包 这是不声明了泰斯的二的位置 声明了泰斯的二的位置 你说这个泰斯的二叫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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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看到类似于包含的关系 但实际上没关系 这块写的是402 这块写的是402 然后紧接着 我在这的时候写上 PublicStatic 那然后我现在想用 想用刚才那方法怎么办呀 我现在想使用 这一个Valcom方法怎么办 我想使用这方法 我一定是这样写的 Test1.show Valcom 里面是不是给他传一个 可以叫 这个方法是一个带返回值的方法 我是不是要处理它的结果 这个方法是一个带返回值的方法 我是不是要处理它的结果 那然后现在程序能运行吗 运行试试吧 万一能运行了 JavaC-D.2 这叫谁 PiS的几啊 2 找不到符号 找不到符号很简单 它就是找不到Test1在哪里 那请问Test1在哪里 Test1在这呢 你得告诉上 IMPORT Java.youtube 是不对的 因为Java.java 只要是Java.什么什么东西 Java.什么什么东西 这都是谁 系统给咱们提供的 对不对 系统给咱们提供的 而我们自己定义的包是在哪 COME.北京上学堂点上学堂401.chop 这个十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个类 你要哪个类 那前面这些叫什么 包名 前面这些叫包名 而我最后的这个 所以现在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包名不允许 有大写字母开头 如果包如果你的包名 以大写字母开头 会认为会让其他的老程序员 认为他是一个类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C要是大写的话 你知道如果这个C大写的话 这叫什么吗 也就说 如果要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改成 这样去写啊 COME点北京上学堂点上学堂401点 CHAP10点 TEST1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老程序员看到这句话 你知道老程序员会认为这是什么吗 老程序员看到这句话 老程序员会认为这是内部类 它是在CHAP10这个类当中的 定义的一个类叫TEST1 所以会让别人产生歧义的 能理解这个概念了吧 也就说包名必须全都小写字母 老程序员一看就知道这是包 你要是 你要是包名大写了 老程序员就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呀 到时候你的你的项目经理就会骂你 那然后现在我这是不是倒包了 那倒完能用不啊 万一呢 现在看看吧 先编译吧 编译能通过再说 COME点 别上当点 他告诉我说 这找这不对 W这不断 找不到符号已经不是TEST的 你找不到符号 你你没有发现这个这个箭头挪了吗 这个箭头已经不在TEST1这个位置上 这个箭头已经挪到这来了 请问谁找不到符号 这找不到符号 这找不到符号的原因很简单 单字写错了呀 因为这是什么 WELCOME 这是谁 找了一个页 对吧 然后现在的话你再看一下这回编译通过了吗 通过了 你一定在排错误的时候 在排查错误的时候 一定要看这儿 一定要看到这个肩脚号所指向的位置 这个肩脚号所指向的位置 是你代码有可能出现问题的位置 听清楚了吧 所以一定要看这个东西 那我现在编译通过了 对吧 我编译通过了怎么执行啊 你要直接写Java 空格TEST2 那是错的 找不着 你得这么写 Java 空格 COM.北京上学堂点 上学堂402点Java 点谁呀 TEST2点Java 你得这样去执行 多了一个谁 多了渣瓦了 然后这回才会告诉你 我还可能出背景 这是谁 这是谁 这是他的包名 这是他的包名 然后这个TEST2是什么 类名 也就是说你这回在执行的时候 一定要加上他的包名 因为啥呢 因为在这呢 因为在这的时候不是今天酒吗 看这时候COME COME在北京商堂 是不是有个402 我402 然后紧接着 只有402 那你在这时候你看一下你的第二个class文件在这呢 所以你前面一定要加上他的包名哦 只有加上他的包名才会找到他 麻烦吗 麻烦 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都行了 我们以后也不会在这用 我们会在这里写 在这里写就比较简单了 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写就比较简单了吗 你在这里写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单击右键 新有 Package COME点 北京商堂点 商堂 商堂 401 完事 这是一个包 然后紧接着再新建 叫什么 四年姐啊 这几个包 两个包 然后紧接着 那你在写的时候 你看一下 在这401当中 这啥呀 没看这个包的颜色吗 白色的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是没有没有类 你去建一个类 建一个类叫做 泰斯的耶 是不是这类叫泰斯的耶 你看包的颜色变没变 变了 那然后我在这里头 我写一个叫 Public Statical Stream Welcome Stream 是吧 T-Y-C-T-Name 是不是 你在这的话 你直接 Return 那写上谁呀 Welcome C-C-T-Name 就说这方法写完了 那然后我在这个 在这里面去建一个类叫 泰斯的2 你看泰斯的2是不是在下面呢 怎么用呀 你直接就这样写就行了 叫什么 泰斯的1.Valcamo 哪个城市啊 北京 倒了 自己来的呀 自动倒了 他会自动倒包 然后如果你要在这去创建一个 洗看哪的话怎么办 如果你在这创建一个洗看哪的话 然后有的就说老师这包错呀 然后有的老师我怎么没看见你倒包 C-C-C-T-Shifted all 完善 C-C-C-T-Shifted all 玩善 C-C-T-Shifted all 完善 C-C-T-Shifted all 完善 记一下 这在这的时候 那咱先说什么 先说这个关键字吧 这是十点几了 应该十点六了 十点六 这个包的概念 那在这有叫声名包 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声名包 然后第二个部分叫谁 导包 第二个叫导包 那声名包用的关键字叫 package 它是什么 Java 第一句非注释性 非注释性代码 也就是说除了注释 它是第一句代码 要求什么 要求包名 要求全部小写字幕 不是必须 大写的也不报错 大写的也不报错 但不规范 要求包名全部小写字幕 然后紧接着以什么 网络 倒置域名 网络倒置域名 去写 比如说咱们这块 就应该写的是 come.com 点北京上一堂 是吧 然后后面你再加什么项目 你的项目组的名字 公司的名字 然后你自己也是 到时候你到单位的时候 人家会告诉你的 然后像那个阿里巴巴那家写的 小个李啊 阿里巴巴 come.com 什么东西 不一定是AI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网络的倒置域名 然后紧接着声明包 是第一句非注释性代码 可以只能写几次 也就是说你的package可以写几个 只能有一句 声明的是谁 声明的是 .class文件的位置 所以你看一下 当我在这编译之后 编译之后里面 是不是都是.class文件 .java文件呢 .java文件在这呢 这是.java文件 编译之后 是.class文件在里面 然后导包用到的关键字叫什么 导包的关键字叫 I-N-P-O-R-T 是不是 那告诉你可以写几个 可以写N多句 需要用多少就写多少 有顺序关系吗 没有 那现在我们的文件结构 现在我们的文件结构就变成这样的了 你在去写一个类的时候的 你在去写一个类 第一行应该是什么 文件结构你在写一个类的时候 第一句代码 第一句是什么 P-A-P-C-K 第二句是什么 I-N-P-O-R-T 而且你这个I-N-P-O-R-T 是不是可以写很多个 现在来给你们看啊 看好玩的 死串行吧 不是大家都对死串很感兴趣吗 渣娃点烂包当中有个类叫死串 是不是 渣娃点烂包当中有个类叫死串 你把这死串打开 看这儿 这是P-A-P-C-K 是不是第一句非注射性的代码 声明在死串哪条class文件所在的位置 然后他使用N-P-O-R-T 是不是倒了一堆包 然后紧接着倒了一堆包之后 然后在这儿你看 死串这个类谁写的 死串这个类是他们几个人写的 阿佐是作者 然后呢版本是多少 1.0 也就是说当你在看死串这个类的时候 就是这几个人的功劳 这几个人叫啥呀 叫什么什么礼仪好像 好像叫什么什么礼仪 好翻译 不应该是英文到中语 你看看我说叫什么什么礼吧 是不是 李博英遵 李博英遵 那也就是说这个死串这个类是不是这几个人写的 那这不用翻译了 这都不太好翻译啊 咱看一下他姓啥 这个牛的人姓啥 像是货车呀 亚瑟货车货复合 哈哈哈 不知道 那也就是说在这儿的时候你现在看到 你现在知道这个类的结构了吗 最后一个叫啥呀 最后一个叫啥呀 不认识 不认识 他不认识 他不认识 他也不认识 不知道 你自己查一下吧 那也就是说在写一个类文件的时候 以后你的标准写法就是第一句是package 然后在写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导入其他的包 是不是就是impot 然后才是你的自己的public class类名 对吧 然后紧接着你在这个类当中要写什么呀 第三句是public class类名 然后在类当中写什么呀 首相 不叫现在给他专业写法 成员变量 然后呢成员方法 然后呢 构造方法 可不可以写啊 可不可以写叫做静态代码块 可不可以写啊 可不可以写叫做 构造代码块 可不可以写啊 静态方法 可以 也就是到现在为止你的类当中可以写这些东西 对啊 一堆概念 成员变量成员方法 构造方法静态代码块 构造代码块以及静态方法 是我们可以写在类里的东西 我如果想写一句sitsem.out.printlap 可以吗 就是我这有一个类 他们这个class test3 test6吧 爱奇迹吧 我在这写个sitsem.out.printlap 这样写行吗 行不行你往这对呀 行不行你往这对 首先现在怎么对呀 就这么对吧 我这这个sitsem.out.printlap 它是成员变量不 不是 它是构造方法不 它成员方法不 不是 它是构造方法不 不是 它是静态代码块不 不是 它是构造代码块不 不是 它是构造方法不 不是 那既然都不是那就不允许写在这 那它是什么呀 它是我们的程序逻辑代码 代码 代码写在哪里 代码只能写在方法里 也就是说你写个public wide show 这是个方法啊 你可以写在方法里 这是允许的 然后你要写上 你要写在哪里呢 你说写个花块号 这是不叫构造代码块 我写在构造代码块里行不行啊 行 可以 你写在 静态代码块里行不行啊 可以 你写在 static man fun 你写在这个方法里行不行 这个静态方法里行不行啊 可以啊 也就是说它可以写在方法里 代码块里 以及构造代码块里 但是就是不能直接写在内边 能听清楚了吗 好 来下课吧